像德云社所谓的线挂其实都是草作而已 他们一定是在舞台下进行了编排 而严重地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和艺术的表达 大家不要助长这样的不良风气 不然相声必将地走向衰落和消亡 郑娟仁不赞同 德云社与观众搭查 希望大家以后在我说相声的时候 不要跟你们搭查 这样一声不能保证艺术的完整性 谢谢大家的配合 好 林和周围两个人 出来对于德云社的线挂进行了评价 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的发生时间并不是现在 而是在2020年 在当时的视频中 这个叫做大陆郭德纲的作者 请来了武斌来聊相声 当然了 这个人现在的账号似乎已经没了 当天的内容呢 实际是这样的 问及到了武斌 德云社演员现场即兴创作 你怎么看 武斌的回答是 当时我们学相论的时候 老师教的是言语必须规范 豆根说什么 捧根说什么 都是设计好的 在文本上面写的很清楚 我们必须按照文本来表演 像德云社所谓的相挂 其实都是草作而已 他们一定是在舞台下进行了编排 而在武斌表述了这个内容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周娟仁称号的周伟 也是出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说武斌老师说的很好 我支持他的观点 说相声就应该规规矩矩的说 演员在舞台上现挂和观众搭茬 严重的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和艺术的表达 大家不要助长这样的不良风气 不然相声必将的走向衰落和消亡 其实通过这段内容就可以知道 电视的相声演员和剧场的相声演员 是真的有区别的 只能说周伟和武斌两个人 是标准的电视相声演员 因为在舞台上别演的时候 下面是没有人搭茬的 按照对口晚报的形式说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真的是相声吗 难道以前相声在撩地演出的时候 围着看相声的都是一句话都不说吗 只能说真的是你们不会 但是并不代表这门艺术 原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 电视相声没落了 就怪德运寿靠着草作来吸引观众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这点格局似乎真的有点小了 而除了武斌和周伟的眼睛以外 还有的就是相声大师江坤提出来的理论了 因江坤先生带着众人 上演了美好生活欢乐颂 这个综艺节目以后 而面对采访的时候 提出了这样的言论 那就是希望相声传统艺术的教育 和曲艺艺术的教育 可以早日的走入学堂的教育体系 对于这个观点而言 老位看到最为搞笑的说法就是 书里话都学不完了 破相声进了课堂 真的是不知道几件几两了 而在下面的一个回复 则是更为搞笑的 可能是为了公示相声铺路 也可能是苗上了补习班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嘴坏得很 谁说的象征必须要教育人 谁说的教育医 听那段象要学会什么 听那段就得出去蓝青蚂蚱 不可能的事 中国经济院唱一三岔头 看完了受什么教育了 受什么教育了 对吗 中国打鸡团 耍狗熊的 你看完受教育了 15个人骑一辆自行车 受教育 他违反教育你知道吗 非得让象征 教育人 非得每一段都教育 我不活 知道吗 一小时之后 投言所蹲涉 果德港出了屎尿屁之外 是骂也没有 所思待达 我是特羡慕这网人的死为方式 他们脖子上长的不是大脑 而是大肠 是考用的 不是头枪 而是喷枪 比蛋细胞生物还纯洁 纯着 艺术层面上讲 老果活跃并开拓了相省和曲艺市场 让更多相省艺人 有了从业的渠道 也培养了几百个优秀的相省艺人 并且其中一有几十位 可以督当一面 同时挽救了几十段传统相省 拥有了大量时代元素赋予了传统相省性的生命力 从社会层面上讲 德云社及德云社相关产业最盛时拥有1500名员工 为社会解决了1000多个秀业岗位 德云社近年来每年利税都达到1000万元以上 且每当国家有的 德云社和老果永远是第一个卷款和卷款最多的四营艺术团体 从文化层面上讲 德云社真正做到了对相省艺术的系统传承 同时凭借情怀 在振兴古群景剧等戏曲艺术的道路上义无反顾 更是带领传统曲艺走出国门 在多个国家进行上演和讲座 充分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就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这正是民族复兴的盛大 至于那些蛋细胞审物啊 我只能说你心里撞着屎尿屁 眼里看骂都是屎尿屁 相省到底该有现况吗 我们那位随省携带卷正拱具 没日没夜四处文博 爱信泛滥到处卷人的 咒老师给出了他的答案 此言一处 让我有油踢乎冠柠檬胡桃信 居门一紧是港带一尘 咒老师严重表示 相省就应该将台词背好 动作记手一言语 一找一试都在句本这种台词之内 倘若有一句 哪怕是一字之杀 艺术的完整性定会 荡言无存毁非烟灭 祖师爷爷定将 怒火重点定斩 不要 好家伙 赵老师 好横啊 你回头看看 祖师爷那棺材拔人 动了 相省追处在舔桥 撂地开场 围管群众鱼龙混杂 相省一言 讲的就是 茶眼管色拔点开火 管众起哄打叉 吊转古怪 方不胜方 没点平地口瓶 对面拿贼的能买 一言就得白忙回舔 连个港帮都挣不招 如今剧场的管众 更是不好伺候 他们到现场的目的 就是为了看 演员机制的临场发挥 演员为了迎合管众 不得不持续学习 增加知识储备 方能以最适合的 现挂调侃 令全场管众 有意外的惊喜 嚼着买票的这个签 他知 至于演员 尾骂要迎合管众 这恐怕很难 给周老师家的人讲明白 管众买票 那就是以时父母 不买爸爸 很高兴了 你连饭都吃不上 人家周老师可不一样 周老师是靠 纳税员上教的 所得税 开工资的 纳税员才是 他的义师父母 哎 瞧了 我就是纳税员之一 锁刀架 相声献挂 实际属于 比较告急的东西 周老师是 怎不会 人家也没学过 但是你不会 就不等于不能有啊 李老师传统 叫做未来可期吗 我告诉你啊 传统相声 未来特别可期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等我死了之后 我的相声 全部都会列为传统相声 所以你觉得 未来能不可期吗 太可期了 传统相声是啥 就什么都不是 你们千万不要说 传统相声是这个是那个 哪个也不是 就哪个好 就把它归在 传统相声名录下 哪个好 就归在传统相声名录下 你像一百年前 对吧 一百年前 咱们所谓的传统相声 全是单口的 一个对口都没有 是不是 那是不是咱们就要规定 只要是传统相声 必须在单口 那后来谁发明的对口相声 也没人知道 也没法考证了 反正最后就好了 就又归在我传统相声名下了 对不对 你像什么 这个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现在好了 又归在传统相声名下了 对不对 以后什么把技老师的相声 什么郭德纲的相声 就全部都算传统相声 所以传统相声是什么 就什么好就算 就算传统 你现在 你们就看不明白 这个 基本的定调 咱们这是吃饭的活 你先把这弄明白 你来这干这 为什么呀 对不对 你要说你家里啊 衬八千亩橡胶林 然后有几眼石油 是你 三座金山 然后你抛弃了一切 衣食不缺 你上这来说像 你可以讲 你说你有情怀 我倒相信 你这还争计了 我是五百亿场 是五百五亿场 你看你过去讲什么情怀 都是俗人 雅道极致不风流 你记住这句话 那你内徒里 都发生一些那样的 心思上的变化 您自己是怎么想的 这也正常 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 挺好 我看您微博 好像自己又有几个 同意回来了 其实陆陆续续 老又回来了 很正常 这个每个孩子大了 他有他的想法 我觉得 都能接受和理解 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是 有其他的更多的想法 是吗 就是孩子们 有时候就是 因为我 你看我现在 我这样 人特别容易 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高 其实有时候我在家 有时候跟郭麒麟 我都能说这个话 记住了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